我就是他 你要走不走我 那走吧 没干净 干净吗 干的没有 干净吧 对 不快 Good morning 都别管了 我来睡 2019年 任素希和陌生男子 共用一根吸管 事后一起回酒店 迅速登上热搜 没等任素希反应 陌生男子被扒出 是一名话剧演员董博 双方婚内出轨 刷新三观 当时任素希和大学同学李扬 在2014年成为夫妻 2016年毫无征兆提出离婚 李扬一时不能接受 气得一只耳朵失聪 本以为任素希会因此自毁前程 没想到 他再次靠综艺和电影翻红 任素希的负面新闻 只此一个 最受关注的是 他的眼界和长相 曾被嘲讽一张驴脸 而受导演偏爱 甚至冯小刚也是他的粉丝 一句赞赏 让任素希流下眼泪 他再次被认可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任素希没有靓丽的外表 靠真实和富有魅力的演技 折服观众 代表作吕德水 一下把他推向公众面前 因史上最纯洁荡负张艺曼的角色 展露头角 将骚演到极致 开叉旗袍 摇野多姿 一边唱歌 一边把蒜皮往空中一抛 性感又浪漫 经典台词是 让我去说服他 很多人认为他是本色出演 确实 在吕德水没拍成电影之前 任素希参演话剧五年多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不断地打磨 不停地钻研人物性格 梳理了上万次的前世今生 可以删自己 一千五百多巴掌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张艺曼这个角色 也没有人能够逾越过他的表演 用任素希自己的话来说 因为是我创造的他 呼中带笑将人物刻画的立体 任素希张艺曼互相成就 她终于小有名气 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这个长相不眨地的女人 在之后 任素希用出门 上台 演戏六个字 概括她成名后最期望过的生活 她从不上综艺 怕呈现出来不是真实的自己 但要想有更多的机会 必须增加曝光度 2017年 任素希以假发假睫毛 黑丝黑发黑心肠的拜金女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部由尔东升指导的喜剧 又让任素希的多种性格展现出来 但随之的是更多的质疑 不好看 驴脸 马脸 等都是她身上的标签 在这个崇尚审美的时代 长相曾一度成为她事业的主案 当演员和编剧在挑选演员时 她经常被忽视 无奈之下 她只好主动出击 2018年 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 任素希被徐征力捧 无论是微小的细节 还是真情实感 都能让观众忍不住落泪 收放自如的演技 质朴自然的表情毫不掩饰 由于各种因素 任素希被淘汰 徐征手中唯一的一次复活拳 留给了她 可见徐征是多么爱彩 她曾吐露心声 我看到很多好剧本 但他们不来找我 原因就是长相普通 她不得不站在舞台 公开推敲自己 也正如徐征所说的 好演员的春天到了 于是一部无名之辈 直接把她推上了巅峰 一个高位结瘫 没有任何肢体语言辅助表演 全靠表情和眼神 尤其是在轮椅上 诗境时那一幕 自尊心破裂的歇斯底里 那种无法与命运抗衡的无力感 一个求生不易 求死不能的残疾姑娘的爱与恨 都在她不动声色的表演中 一点点释放 最终引发观众的共鸣 任素希把这个角色真正掩活了 隔着一幕 我们都能感受到 那种扑面而来的崩溃与修奋 也再次让我们见证了她的实力 这部电影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 机会来了 挡得挡不住 2019年半个喜剧 任素希将最贴近当下生活 在遭遇感情挫折之后 坚持自我不妥协的精神 打动很多女性观众 作为演员 她将内心想说的话 用演技表现出来 获得票榜口碑双重肯定 一段幕后视频 她坐在地板上掩面哭泣 十分无助 她入戏太深 以至于拍完之后无法站起来 一边的工作人员将她扶起来 导演都被她感染 冯小刚在电影的录演活动中 作为特别来宾 坐在下面的观众席 我觉得任素希是一个 可以用一己之力 能够撑起一部电影的质感 的一个演员 一句话 她感动到落泪 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第27届华顶奖 最佳女主角 并提名了第33届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每一个成功都不是偶然 任素希这些作品中 表面上看起来都带有喜剧成分 实际上都涵盖些悲剧 其实这与她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任素希的童年在文艺和音乐声中度过 9岁父亲患上癌症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病重父亲对着母亲说的一句话 改变了任素希的一生 父亲沙野地说 这一轮化疗就别做了吧 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买家钢琴 不能总弹电子琴 手感不一样 那时任素希离不开贫穷两个字 更多的是难过 音乐是父亲爱好 也遗传给了任素希 作为穷人 任素希放弃了音乐 成为一名演员 17岁考入中系 毕业后过了10年北漂生活 后来一夜成名 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唱哭王妃的原因 在综艺节目《幻月之城》中 任素希一段一境到底的话剧式演唱儿时 深深打动了王妃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记忆里犹豫不停下 缠命中门晚了暑假 在这个故事中 几乎涵盖了任素希自己童年往事 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那个舞台上的任素希 甚至已经盖过了王妃的光芒 其实她的内心是脆弱的 每一个成功都是任素希背后 一遍遍地努力打磨演技 上天不会辜负一个努力奔跑的孩子 不靠颜值吃饭的女演员任素希 提升演技是她一生要追求的目标 她用实力打破长相被定义的规则 从中脱颖而出